大家好,我是亚欣 关于情商这个词你们是怎么看的 前一段时间一个很偶然的机会 我在一本书上看到了一个解释还挺有意思的 它说到头来所谓的情商从根源上朴素地看 还是一个人处事的能力 我们之所以会说一个人的情商很高 那么我想肯定是因为这个人待人接物 或者说为人处事能力很强 那么其实关于这个为人处事啊 它还是有技巧的 那么今天我也想来分享一下 希望能够在生活当中给到你们一些帮助 第一点是识人不必探尽 探尽则多愿 意思很简单 说你去认识一个人的时候 说你不可能 你也不可以把这个人的一切都打探的明白 这个样子会让别人起疑心 查户口式的了解 这是会让很多人反感的 所以说这种行为我们还是应该尽量地去避免 第二是 知人不必严禁 严禁则无有 两个人关系很好 你们非常熟悉 可即使是这样的交情 很多时候呢 很多话我们也不能说得太慢 你不能好的也说 坏的也说 不分轻重 不分场合 如果这个样子的话 我们就很容易会让自己用得很孤立 没有朋友 第三点是 责人不必科尽 科尽责重远 很简单 说如果别人犯了错 我们想指责别人的时候 那么请不要太过于严厉 因为这个样子会让别人觉得 我心里很不舒服 因为你的话不好听 而这种不舒服 慢慢地就会让你跟你的朋友疏远了 孟子说过一句话 他说 人告之 以永过则喜 这句话呢 是孟子在美此路的话 意思也很简单 说 当别人指出我们错误的时候 其实别人呢 是出于好意 如果说 你的方式得到 你的语言也很美丸 其实当事人是很高兴的 成语文过则喜 其实呢 就是出自于这里 我们换位来思考一下 能够得到别人的指证 来帮助我们改正我们的缺点 这是一件好事 因为去帮助我们认清了自己 可是如果指责的人 他们很苛责 或者说很严厉 那么这种效果 我想必然就会吃得其反 第四是 敬人不必卑敬 卑敬则少补 意思是说 说一个人你很尊敬他 你很敬重他 但是呢 你也不能过如的谦卑 你不能太卑无去惜 这个样子会让别人觉得 我们很没有福气 礼记当中说 说君子贵人而见己 先人而后己 意思是说 说君子呢 他们去尊重别人 他们会把自己看得很轻 凡事呢 会先考虑别人 最后才考虑自己 尊敬固然必不可少 但是 什么事情都要有一个度 你不能让自己活得太过于卑微 当然你也不能一直为别人而活 第五是 让人不必退进 退进则路坚 意思也很简单 说你谦让别人啊 你不能太没有原则 你不能一直的退让 如果你一直的退让的话 你就会压缩你自己的生存空间 曾国藩说 终身让人到 藏不识寸步 与人谦让是一件好事 但是也要有原则 所以说我们在为人处置当中呢 其实我们要给对方多有一点空间 暂时不必尽善尽美 我们不能太满 我们不能太近 我们也不能逼得太紧 这个样子都会让双方的关系变得很尴尬 因为人无完人 事无尽尺 就好像是老话里面讲的那样 因此留一线 日后好相见 好了 我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欢迎大家关注 转发 收藏 我们下一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